你们都是什么社团的吗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加入到学生会 然后是文艺部 然后那个时候上了大二 还荣升了部长 从小就是文艺骨干 文艺积极分子 首先先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期要分享的字是什么 来 下笔如有神 这很帅 好 接下来就辛苦王磊老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要分享的字 沆瀟仪器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沆瀟仪器来 是形容一帮不太好的人聚在一起 它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其实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是在唐熙宗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叫崔汉 他录起了一个学生叫崔谢 因为汉和谢连在一起 刚好指的就是 晚上的露珠宁洁的意思 而这一个师生又正好都姓崔 当时人觉得很有意思 编了个顺口溜 就叫做做主门声 汉谢一气 其实就把它连起来 最开始没有贬义 但是后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就逐渐指那些臭味相同不好的人 凑在一起了 其实这个词最早的意思 就是指一些我们志趣相投 又相同的喜好的人凑在一起的社团